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4年她参加的更多将会出现在六台跨年演唱会中 目前爆出的嘉宾名单都是以歌手为主 其中周深 西琳娜一高 黄霄云三人是通过浙江卫视选秀节目出道的歌手 近年来也是央视各大晚会的常客 周深作为目前内地最火的年轻代歌手 她更是各大卫视的宠儿 因为能够邀请到她参加 那么收视率肯定不错 而根据知情网友透露 周深2024年更是会出现在六台跨年演唱会中 除过央视 还有大湾区 北京卫视 湖南卫视 以及两个短视频平台的跨年演唱会中 周笔唱 绿可为两人则是通过芒果台选秀节目出道的歌手 目前他们两人的人气也非常高 近年来也是央视各大晚会的常客 《凤凰传奇》则是目前内地最火的组合 他们的粉丝全体更是覆盖了老中青三代人 今年他们的演唱会现场更引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大合唱 值得一提的是凤凰传奇的曲风欢快 加上他们民族风的风格 更是非常适合参加跨年演唱会 这种欢乐喜庆的晚会 韩红是内地著名歌手 近年来她专注于工艺事业 很少参加各大综艺和晚会 而在今年她参加了芒果台的生生不息加年华 如今再次参加央视跨年演唱会 对网友们自然非常期待 吴克群 张信哲 李荣浩 王苏龙都是实力歌手 吴克群自从去年参加芒果台的皮革二后 她再次回到观众面前 目前也是各大综艺节目和晚会的常客 张信哲被称为情歌王子 她有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金曲 其中包括过火 信仰 爱就一个字 爱如潮水等 不知在央视跨年演唱会中她会带来什么歌曲 汪苏龙和李荣浩近年来也是央视各大晚会的常客 而李荣浩妻子前不久因为地狱黑的原因 她也遭到了很多网友的攻击 不过 那是她妻子杨成林的一时口误 与她没有关系 陈立农 吴磊 白露 时代少年团都是目前人气非常高 并且非常受年轻网友喜爱的艺人 特别是时代少年团 他们目前的人气非常高 每年跨年演唱会都会受到各大平台的邀请 不过有很多平台都未能全员参加 是个别成员或者独自一人参加 哈尼克兹则是新疆女演员 当年她凭借助一只一梦敦煌舞蹈爆火 之后被陈赫发觉并签约 而作为新疆四大美女之一的她 很快音蜡烛门事件名誉尽毁 她的事业也遭到了影响 导致不知没有活起来 整体而言 目前参加央视跨年演唱会录制的嘉宾 除过哈尼克兹之外 其余的都是歌手 而周深毫无疑问也是年底最忙的艺人 她更是会出现在多台跨年演唱会中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